双环笼罩的艺人 背后一定有要承受更多的痛苦 这不就在昨天 花美男小凯出行了某品牌活动 简约搭配出场 可以说是更显成熟范儿啊 这部被问到春节计划时 他也大方直言 咬字 拍戏 春节会在剧组里面拍戏 近期的安排 其实就是拍摄这样一个剧 对 然后呢 就没什么 他明明还是个孩子 过春节不去收压岁钱 却要去工作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 不好好珍惜生活咧 只不过小凯爸爸妈妈 却去旅游了 家人去出去旅游去 扔下你吗 对 没有 就他们太冷了嘛 就是也想他们 能够去暖和的地方玩一玩 而小凯在谈到 自己最新拍摄的新戏 所遭遇到的困难时 也让小裤若有心疼啊 大冬天喝冰水 外加穿两条秋裤的小凯 是你们满意的样子吗 在东北拍戏的时候 在室内因为它确实很冷 然后它一说话就会冒白起白烟 对 就是镜头拍这个就是 都是被那个烟打不住了 就没办法就 导演就让我们喝水 喝冰水 然后把那个 从那个嘴巴里的温度降低 然后冒出来的也就少很多 就没有办法 就冷是真的冷 就是大家 就是我觉得在东北拍戏 就是一定要多穿 棉衣棉裤 因为我以前的 以前的认知就是 我可以就是 我是不想穿棉衣棉裤 秋衣秋裤的 但是到了那边 是没办法的 就是太冷了 我每天拍戏 如果不穿的话 就会动得 就是身子 身子骨都在抖 那我就只能 去穿秋衣秋裤 再穿两件 才可以稍微地 抵抑一下寒冷 虽然苦是苦 但是仍然作为学生的她 依旧热爱着自己的母校 在谈到最让自己 觉得浪漫的大学时 人家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母校 北京电影学院 原因呢 则是学校后面的小花园哦 让小凯知道 全国哪一个大学是最浪漫的 我觉得北京都很浪漫 哪一个都很浪漫 如果一定要选一个呢 那就北京电影学院吧 就是什么都是 自己的母校就对了 因为我觉得北京 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不光是学校的环境啊 还是一些教学的 一些氛围都特别好 当然也是 因为我们学校 有一个小花园 也是比较浪漫 有权一乐 小花园到底发生了什么